第七十六集 储君屡次袭击截取汉军运粮的通道 使汉军中粮食短缺 汉王因此与利益姬谋划如何削弱楚国的实力 利益姬说 从前商汤讨伐夏节 将夏节王的后裔封在齐国 周王讨伐商周 将商周王的子孙封在宋国 如今秦朝丧失德行 背弃道义 侵罚各诸侯国 灭掉各国后 使诸侯的后代生无力追之地 陛下若真能重新服力六国的后裔 当今六国的君臣百姓都对陛下感恩戴德 无一不向往陛下的风范 仰慕陛下的人意 都甘愿做陛下的臣民 如今德意已经实行 陛下即可面向南居地位 称霸天下 楚王也必定会整理一关 肃然肃然起敬地前来朝拜 汉王说 好 把 快去克制印喜 您就可带上他出使各国了 立一击尚未启程 张良从外面回来夜见汉王 汉王当时正在吃饭 说道 自防 你过来 宾客中 有人为我策划了削弱楚国实力的办法 随即把立一击的话都告诉了张良说 你看怎么样啊 张良道 什么人为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 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要完了 汉王说 为什么呢 张良答道 我请求借用您面前的筷子 来为您指画一下目前的形势 从前 商汤周武王之所以锋利下节商周王的后裔 是因为估量到自己可以掌握住对他们的生死大权 而如今 陛下能够决定项羽灭亡的命运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国君后代的第一个理由 周武王进入殷商的都城 在里门表彰商周王时的贤人 商荣的德行 释放了被囚禁的姬子 翻修笔干的坟墓 而如今 陛下能够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二个理由 周武王曾经发放商周王聚桥粮仓的粮食 散播露台府库的金钱 以振寄贫苦百姓 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三个理由 因商灭亡后 周武王废弃战车 改坐乘车 倒置兵器 已向天下人表示 不再用兵 如今 陛下能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理由 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 以显示让他们休息 不再趋用 如今 陛下可以这么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理由 将牛放牧到桃林的北面 已表示 不再用他们运输粮草资重 如今 陛下能够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理由 天下远游的是子 所以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 抛弃自己祖先的坟墓 离开自己的老友 跟随陛下辗转奔波 为的就是得到那日思夜想的一点点封地 倘若今天重新锋利六国国君的后裔 是天下远游之士 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君主 伴随他们的父母妻儿 反归他们旧有祖坟所在的故土 那么 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呢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七个理由 况且 当今只有楚国强大 尚无超过他的 假如富力的六国后代重又驱从楚国 那么陛下还怎么使他们臣服于汉呢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八个理由 如若真的采用了那位宾客的计策 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 可不就完了吗 汉王听了这番话后 饭也不吃了 突突扣动着食物 骂道 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 立即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系 寻阅论曰 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 要点有三 一是行 二是事 三是情 所谓行 说的是德与诗大体上的去向 所谓是 说的是对临时情况灵活应付 和对进与退随机应变的形式 所谓情 则指的是心意志向上坚定还是懈怠的实际心理 所以采用的策略相同 所干的事情相等 而取得的功效却各异 即是由于这三个方法运用的不同的缘故 当初张尔陈瑜劝说陈圣借恢复六国 来为自己培制党羽 立一击也是这样劝说汉王刘邦的 之所以劝说的内容相同 德与诗却各异 是因为陈圣起事时 天下的人都想灭亡秦朝 而如今楚汉的胜负之分还无定势 天下的人未必都想要项羽覆灭 所以崇立六国的后裔 对陈圣来说 是为自己广执党羽 而给秦朝增树强敌 况且陈圣那时并没能独占天下之地 即所谓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取来送给别人 行使恩惠之虚名 获得服役之实惠 但崇立六国之后对汉王来说 却是所谓的分割自己拥有的东西 去资助敌人 空射虚名而实受祸害 这即是所做的事情相同 可德与诗的趋向以各异的例子 谈到宋义劝说项羽 先让秦朝两国相斗 待秦军疲惫后再乘积攻秦 自己却终被项羽杀了 与变庄子刺杀老虎时 管树子劝他等待梁虎与牛相搏 双方有伤亡时再乘积赐虎 变庄子最终果然获得二虎 两次的游说之词也都相同 但这套说辞 适用在战国时 邻国相互攻伐 没有临时情势变化的危机发生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战国局面的确立 日子已经很久了 一次战役的胜与败 未必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灭亡 那时的进退变化形式决定了 一个国家不能够急于使敌国灭亡 而是进可以凭借有力条件 退也能够自保安全 故可以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呈敌方精疲力尽再去进攻 这是可以灵活形式随机应变的形式所造成的 但今日 楚照两国起兵抗秦 与秦的地位互不相等 安全与威王的机会 在呼吸的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 因而 进即能建立功绩 退就将遭受祸殃 这便是事情相同 而灵活应付和随即应变的形式时机 一个异的例子 就会认为建立功绩 安全与手